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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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現在介紹的小小的這個 device 它是跟我們Epi Mimo 我們共同做一個配對,我們要配一個 device 那這個配件叫做 MiMic 那MiMic這個配件呢,基本上 因為我們Epi Mimo它是整合了3G 加上通話功能的一台7吋的Epi電腦 所以呢,你的MiMic就會把它通話功能 把它發揮得更精緻,把整個Solution做得更完美 也就是說呢,現在假設我有電話進來的話 應該說我播電話出去的話 我可以通過我的MiMic就可以做一個播號的動作 不像說一般的藍牙耳機 我一定要把平板電腦拿出來做一個播號的動作 那其實比較麻煩的 好,那像我現在呢,我透過我的通話記錄 那我可以去播出,然後按一下這個 播出鍵 好,大家看到它電話先播出去 那同步的,我們的那個Mimo上面呢 也顯示了我們通話的一個畫面 好,那我先把這個電話掛掉 我可以透過我的Mimo去掛電話 可以透過我的MIMO 那我現在呢,我再播一通 播一通電話給它 大家可以看到它來電的一個畫面 在看PiMi Mimo本身它會有鈴聲響息 它在MiMic的時候 它有感覺到它一直在震動 提醒你所有電話來的 那這邊一樣的,你可以在上面 你就可以清楚看到是你的聯絡人打來的 或是你的號碼的顯示 你可以輕鬆的,很輕鬆地知道說是誰打來的 你可以決定,這個人是老闆 那我不要急著把它掛掉 很輕鬆可以達成這個目的 那其他的功能方面呢 你也透過我們的MiMic 當作一個簡訊的一個閱讀的工具 或者是說呢 形式力也可以透過這邊來看 只要在你的Mimo上面有設定好 它就會自動同意過來 或是音樂的部分也可以 透過這個介面 它會把你的Mimo上面的音樂 透過這台播放 那音樂部分你可以另外 再透過這個3.5的耳機孔 接上你的耳機之後呢 當然就可以 就有點像iPad Snapdragon那種感覺 它的體積非常的小 喔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只要你的耳機有耳機的話 對 那一樣呢 我可以透過這個對比 來切換我螢幕的一個相機 它可以看個人喜好 有的喜歡黑底還是有的喜歡白底黑機 那這個呢就是 假設有一天 欸 你找不到你的Mimo 就可以透過它來胡椒 然後顯示不在側硬 就非常的可愛 好那另外一個反向的 就是說有一天我要急著要出門 欸我Mime Mic不知道丟到哪裡了 你可以按一下 尋找我的Mime Mic 它開始震動 然後我可以 當然我也可以直接從我的Mime Mic的電話介面 做一個撥號 它都是跟那個Android的 應該說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的那個介面一樣 它有智慧撥號的功能 按前幾號號碼它一些電話都會推出來 然後就是關於Mime Mic的一個介紹 就是安 servan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